本来消息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拆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围绕全面依法治国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习近平强调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要推进科学立法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要严格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要坚持公正司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使遵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要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队伍 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认真学习这些重要论述 对于深刻理解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系统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 总目标 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18届四中全会精神 按照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要求 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 共分八个专题 收入193段论述 摘自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4号到2015年2月2号期间的 讲话 报告 批示 指示等30多篇重要文献 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